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管理员 谁带节奏就直接拉黑就不用管了 我也不回应了 你不是说爱小燕一辈子吗 那小燕现在不爱我了呀 是我的原因吗 她不爱我了 我应该还怎么样 黑粉过于刺激你留下不良视频 没事儿 把那个马瑞娘给我拉黑 你放心 我拉黑小燕的话 我也会登陆一会儿拉黑的 没事儿 小燕的话我一样等着 一样拉 两个人在一起 你不可能说女方不愿意了 就男方的错呀 是不是 说实话 说实话 这么无情 哎算了我不拟了 我拟拟我把智商都拉到跟你一样的战线 变成跟你一样的人干嘛 我不会再拟了 打战能量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家人们 别拟那些小部分的黑粉 我把他们都拉黑就好了 没走小燕去拿东西了 需要东西啊 一会儿给你们上车好不好 不要着急 要不让小燕自己来给你们说呗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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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跟你说话 他们都问你这几天为什么群里消息不回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不爱听的话就是黑粉了吗 那这是我的直播间 你在我直播间说我不爱听的话干嘛呢 是不是啊 你让小燕来跟你们说呗 你让小燕来跟你们说呗 这是我的直播间 你为什么要说我不爱听的话呢 你不喜欢我 你为什么要看我的直播呢 对不对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你要搞清楚我面对的是很多人 我 你又不是一天 我难道要专门去让你舒服吗 不要每个人都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 我也没有把自己太当回事 你又不爱看 你又跑到我直播间来骂我 那我肯定要把你拉黑啊 我还跟你道歉 说对不起 让你看着不舒服了吗 收拾东西走吧 好 他们都问你最近怎么没有直播 你要不要说一下再走啊 就不想说呗 他们关注了你两三个月 你一句话也不用解释 就消失了完全这样子 我觉得你这样不太好 说实话 那我要怎样吗 我不知道你要怎样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啊 你本来就不喜欢这个 你不喜欢直播 我也不喜欢啊对不对 可是我得坚持 你以为我想天天面对那些人 指责我吗 我也不喜欢 所以最近我也没直播 但是生活得继续啊 有那么多 有更多的人是支持我们 买我们的产品 我是为了他们而直播 那凭什么我们要受舆论的指责啊 那凭什么我们要受舆论的指责啊 对吗 你不想跟我在一起 在现实生活中那很正常的 就是两个普通的人不想在一起了 只是通过这个网络 而被放大了而已 所以我理解你不想直播啊 所以我理解你不想直播啊 但做直播就难免不了这样的 你想做人上人 那你就要承受人上 一般人承受不了的东西 对吗 叔叔阿姨哥哥姐呢 所以我就不想做 都是为了生活呀 不然我也不喜欢直播的 我直播不是为了挣钱 我直播干嘛呀 说句实话好 叔叔阿姨哥哥姐呢 我带货我就是为了挣钱 那不挣钱 我凭什么坐在这儿 让别人来骂我呢 我为了什么 我得到了什么 可是我选择了坚持 你现在是要放弃了吗 有那么多的人支持着我们两个 我坚持不了 就是不想做而已 你说话有点狠 这本来就是实话 每一个人做抖音的都是为了挣钱 觉得对的打得对 那不然为什么要直播 和家人开个心心的不好吗 他挣钱 他也是一个行业啊 有什么关系呢 挣自己挣大光明挣的钱 是不是 你不能就这样一走鸟之呀 有那么多人支持看着我们 所以我就 我不喜欢这个 你不喜欢我也不喜欢 可是我坚持了呀 坚持就回报啊 我们粉丝被是慢慢涨过来吗 从四五万涨到十九万 对不对 从人气慢慢的涨到更高 他不都是有个过程吗 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 在外面干什么吗 我问你 想干嘛就干嘛 那你的收入来源呢 打工 打工 点点赞 叔叔阿姨哥哥姐吧 把人气票上一上 用他的号直播吧 我不想封号 好吧 用小燕的号直播 叔叔阿姨哥哥姐呢 你们去他的号好吗 两家人都去他的号吧 我觉得他应该用他的账号 给他的粉丝一个交代 对吧